大家好,繼續回到直播環節 身邊嘉賓換來有耀材證券研究部高級分析員 就是Harry在旁邊 Harry 你好 先和大家看看大市方面的情況 恒指現在要跌下來,跌5點,報27,241點 跌123點,報13,736點 大市成交達到1,003億 上證指數也要跌下來 跌2點,報4,373點 這一節就是問答環節 家庭觀眾有任何股份問題 歡迎打電話來,我們問股熱線 204-6566 我們聽聽吧 家庭觀眾的電話 電話旁邊有李小姐 李小姐你好 你好 想問什麼股份 941 安徽可惱 本身有沒有拿貨的 沒有 沒有,想看位置買入 是,你是914還是941 李小姐 941還是914,是中移動 是中移動 李小姐 沒有聲音 兩隻都回答了 要不然這樣 914我覺得現階段 我們assume 李小姐沒有貨 本身正在試底的 我覺得三十個半這些位置 暫時等多一等 尤其是水泥價格 又或者內地 其實看到的內房才剛開始有復甦的階段 沒有那麼快 令到房產商再加快那個投資主 所以你說水泥價格要回上去 又或者接下來的走勢要好一點的話 我相信就要一點時間 所以現階段 你看到它正在試底 不如你想一想 就是三十元以下才買 所以現階段這隻就等一等 至於941 本身今天的股價走勢就一般 我覺得尤其是總理李克強 今天就講到明出聲 他說內地那些 本身的4G那些月費太貴 希望可以減一下價 減價不行的 對於941 所以來說 股價亦都是要等一等的 我覺得941 如果你看圖上來看 我覺得有機會減到104這些位置 所以等多一等 兩隻來說其實都是等多一等的 我會覺得 本身股價走勢 市況醞釀多一兩天的震盪之後 可以慢慢地低級的 好 希望可以幫到你 李小姐 我們聽完下一位家庭觀眾 就是張小姐的電話 張小姐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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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買了兩隻股 買了一個231百平方 還有157元 100元 2毫買的 跌中國現在短期 能不能回家鄉 教我怎樣做 之前 謝謝你 好 先回答了231百 中國平安 麥布在108.2 暫時偏遠跌2毫下來 110元有貨在手 其實是近期的高位上面 不過看股價上面比較橫行 是否距離家鄉價 或者要反彈回家鄉價 其實都不是很難 是的 我覺得平保是很強的 市跌又不跌 市升又有份升 很難得找到這樣的股票 所以張小姐 你本身 其實是110元買了 距離現在都是2元左右 不如等多一會 其實內地市會有機會上 而且接下來平安 都可能會送紅股拆細 所以接下來股價爆發力 都會比較多 所以這隻股份 你保持長線 我想利潤回報應該是挺可觀的 以保險股來說 特別是內地保險股 這隻是我的首算 好啊 繼續保持的 都看好 另外就是看857的 中石油貨在9.2號7 暫時跌超過1% 挨近2% 10.2的位置有貨在手 近期來說應該怎樣看 因為都看到跌勢 比較明顯和急一點 油價反復一點 雖然仍然在高位 但是資金開始看落的形勢居多 所以如果857來講 小心點 張小姐 在看少許個位置 特別是9.2就是50天線 一穿的話 其實一直都開始在補裂口下來 如果一穿50天線 就一落落到9元以下 所以9.2如果你看到它 仍然有個下跌趨勢 在防風險的環境下 你需要走一走貨 好啊 留意9.2的這個關口 好 再聽到就是優小姐的電話 優小姐你好 各位主持好 你好 想問什麼股份 你好 我想問一問兩隻股票 首先就問那隻金山軟件 不知道炒完沒有呢 你覺得這隻股票 值不值得買入 以及哪位去買呢 還有問海東和中國銀行 你同我選擇其中一隻 哪位去買入 謝謝兩位 好啊 好啊 先看看就是 3888金山軟件 雜貨在31.3 如果大家要一個很漂亮的位置 給你買到呢 譬如說30元以下 機會會比較小一點的 我會覺得 看看會不會說 今天整個科網股 或者互聯網家概念股 都有個炒作在那裡 你看看會不會回近30元邊 我覺得樓下就比較難一點的 在那些位置買 那你就覺得 拼一拼追落後的形態 你起碼看上去35元 那個機會都挺大的 好 接著就是 中韓銀行3988 報在5.06元 暫時偏遠跌一線下來的 如果是說回內銀股來說 他問券商股的應該是嗎 他都有問中… 他都有問中行的 有問中行的 OK 兩隻來說 其實按照中行的角度 我會覺得 中行暫時都可以等一等 因為市整體 我覺得會調多一陣 近到27,000點左右 你才會罵貨 至於券商股 今天我看到下午回來 跌得挺厲害的 如果你計算兩隻直撥空間 就看看本身 計算那個聲勢來講 海通在醞釀一個 追回一點點落後的 我會覺得 如果你說海通證券 跌到22元 可以試時低級 而另外 6881的股子比較特別 因為他剛剛配股 而這個配股的成配人 他就每個星期公佈一次 我覺得挺有趣的 這個股子 所以兩隻來講 我會覺得 你可以試試6881多一點 兩隻如果 你問我6881和637都可以賣的 不過6881我看來後 還有一些比較大的基金 股價的爆發力可能會更高 好 跟進完電話的情況 看看電郵 有位何小姐的家庭觀眾 想問3777中國光纖的前景 在2個8後6有貨 短線應該要怎樣部署 還是還是可以放長線的部署 看看今天 中國光纖有較大的升幅 升超過7% 現價部在2個9毫半的位置 是不是也有一個炒作空間在這裏呢 3777又是總理李克強 本身說了 就是要加快電信設備的建設 整個板塊炒上來 所以這一陣子 如果你2個8毫多買了的話 何小姐的話 我覺得接下來 你可以看到上去3.2這些位置 就是近期的高位 但是3777我就不建議你這麼進取 你看到上去的高位很放 因為其實3777盤數 先前是一兩年前 其實市場對於盤數是有點戒心的 因為有些人質疑過它的數有問題的 所以在那個目標價上 就不要這麼進取 看看大概3.2的位置就放了它 好啊 謝謝Herry和我們跟進這麼多股份的情況 這次問答環節時間又差不多 講解股份有沒有哪些次有的 沒有的 好我們休息一會 專門回來有其他的情況環節 好朋友 OK 好的 周圍